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現在就有請各位 月太 各位主公嘉賓 各位冒著可能打風落雨的機會來到這裡 星期有難度說 每個人都應該有很多家庭的活動 看到今天的廳 兩百多人都參加坐門 記者也有朋友很踴躍 因為今天這個議題 時間剛剛好 這麼難得的機會 記者一定不會放過 剛才看到中場 曾主席都在外面做了一些訪談 其實大家可能想知道他剛才說了些甚麼 可以再補充一下 剛才上一本場很精彩 看到一些嘉賓都分別 表演議題做了一些 15分鐘左右 就似乎不太夠猴 坐在我旁邊的卿姐 都慢著說好像還沒到肉 她比我更緊張 卿姐是我們媒體的前輩 當年記協 在他領導之下 記者的權益 又被他大大的提升 然後用記者的身份 進了議會 亦發揮他作為記者的本色 所以他問這些問題 一直都尖銳的 二十多年來 你看到他在議會發揮的作用 剛才他也提過了 他在議會發揮了一個 跨黨派溝通的一個機會 或者一個平台 等一下我也想再追問一下他 現在順番字 就是剛才佳叔開始的 佳叔說完 大家可能都追不到 他很密的那個演講 密度很高 是濃縮版 剛才我問他想拿一個演詞 他說不行 因為會在一份雜誌刊登竹本 竹本是四千字的 所以剛才他用了一千多字 去講完四千字的東西 是多濃縮 大家可能都還沒跟到拍完 可能請佳叔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剛才兄姐都問了你問題 就說 立法會是否真的好了 如果這班議員選入會之後 佳叔提了說是有改善的 怎樣改善呢 請佳叔和我們再引伸一點 李佳叔 我沒有提過改善 我只是專業變化的 剛才Emily提到 就說 立法會從來都沒有所謂 對這個公共議程 所謂public agenda 有很大影響力 為什麼突然間會變成有影響力呢 要怎樣去呈情才可以 第一,我剛才說 就說 例如一兩年的空壁裏面 當到特區政府 未必想在這個重大的問題上 有所作為的時候 那便留下了空壁裏面 就讓立法會有多些機會 去提出一些議題 來引發公眾關注和討論 只是說一兩年而已 所以我說 永遠我不會再預測到一兩年之後 有什麼意思呢 第二點就是說 所謂公共議程 不一定指政策議程 立法會從來都在引動公眾 討論公共政策過程中 作為有限的 第一,很多人缺乏公共政策的研究背景 就是補辦提出公共政策議題出來 帶動社會的討論 第二點就是說 未來一兩年 恐怕很多議員的興趣都不在公共政策 而是政治議題在那裡 我剛才說的 港政策議題 可能是針對特區政府的政治議題 或者提出一些政委員黎昌所說的 即是一些社會公義的議題 這些政治議題本身 就不需要有很多政策研究做背景 只是需要引動社會的不活 帶動社會人士去展開爭論 這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在未來一兩年空壁裡面 法會議員 特別是反對派議員 特別是最積極的那批 是有能力做到的 譬如你最近這次宣誓事件 本身就是立法會 帶動出來公眾關注這個 具真議性議題 第三點就是從比較那裡 究竟未來一兩年來講 公眾關注 特別是媒體關注的議題 是較多來自立法會 還是較多來自政府 我自己本身就是 會較多來自立法會 所以這幾點 希望對Emily剛才提出的問題 希望有所澄清 Emily有無事追問佳叔 我記得台下也有些事想問她 我的意思是 希望議會做到事 佳叔說這個 誰喜歡提這個 誰喜歡提那個 沒有問題 你就提吧 就像剛才Regina說的 你只是口水 你提完 如果行政機關不做 是做不到的 我又不覺得 對誰有些滿足感 就算你提了 辯論了 所以你說那個議會的能力 會提升 如果你只是說能力 就是那個說話 那就提升了 是不是都可以說的 我們會說議會 是不是真的為香港做到事 現在看到撕裂的情況 和撕殺的情況 我剛才尤其是Regina說的 她可能辯論幾個星期 我真的聽到都膽戰心機 那你怎麼搞呢 她又說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做 立法會這幾個星期 都不會太浪費的 我相信其實立法會 是應該去做一些 就是好像黃光 和大律師公會說 做一些實事 實事是有很多 無論是房屋 無論是醫療 教育 但是真是要做到 是議會要有共識的 未必說70票 或者69票 但是你很多人 大家要同意 大家要有妥協 要有溝通的 那現在那個這樣 一進來都沒有進來 就打了仗了 那你怎麼去搞呢 所以這個我相信 我自己 和很多香港市民 是很憂慮的 所以佳叔講到 又說什麼提升能力 又說那些 我覺得都打了頭 好像大家都說 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這樣說 佳叔 可否反駁佳叔 佳叔說些話 好啊 他判斷未來 一段時間 未來這一兩年 社會議題會 被立法機關主導 他有兩個前提 一個就是因為 現屆政府 剩下這幾個月 差不多看守政府了 那你就不想拿些什麼出來 就會引起社會的爭議 那樣 然後新一屆政府 剛成立 又是會 即不想立刻的引起很多 爭執了 那反過來 立法會專門找事 爭執了 所以就帶了議題出來 那第二 就是卿姐 就已經博了佳叔 立法會 不是說任何人出來說些事情 都會帶起社會的那個 就是討論的 你自己 建制派有建制派不同意見 泛民有泛民自己不同意見 是不是 你一兩個人走出來說些事情 都沒有人附和你的 那你怎樣去帶動到社會的議題呢 那不是說你真的 一出來就一明驚人 另一方面 是不是說現在 因為等著行政長官選舉 就不會有來自行政長官 現任的 或者那些準備要出來挑戰他的人 就不出聲呢 現在正是要帶出的話題出來 來爭取市民 對他的認識和支持 你看看 現任行政長官他有沒有靜過 這一陣子 是不是真的想說 不要做事了 躲起來了 不要引起別人爭議 不見得是這樣 好了 到三月份 選舉之後 新成立的政府 真的要出來講話 是不是 跟著要做些什麼呢 你都任何一個新政府成立 就算是現任行政長官 他開新一屆 他都要利用那個時間 來到去將他那個 未來新一屆的管治 你有沒有拿出來 爭取社會支持 他怎可能靜呢 還有立法會的選舉 那些選舉論壇 就聽不到些什麼 因為他們太吵了 十幾二十隊 二十幾隊在那裡 行政長官選舉的辯論 大家想想 就算先兩次都挺過癮的 那些辯論真是說話的 所以你說 所有那些社會議題 就一定未來就來自立法會 不會來自行政機關 或者行政長官選舉的那些參與者 我覺得就 我不認同這個說法 你會不會 還是回應 還是回應 我剛才說了 比例問題 即是說 我講完講 未來就兩年 當然現在這個就是 一個代政的問題 事情還未發生 現在大家 都跟這個 所謂的推論角度去說 當然 我也同意 不是立法會提出任何事情 都引起公眾關注 例如你最近 從立法會議員提出 無論是環州事件 或是宣誓事件 已經證明他們 如果是選擇 最具爭議性的政治課題的時候 他們有能力去 引動公眾關注 當然來說 反正上官候選人也好 或者是建制派也好 肯定會提出議題 特別是關注反港獨 反拉布 反劉會 當然是在劉會 你們最多獨隱 諸如此類 他一定會引起 他不會完全坐在那裡 待遇待避 問題就是 那對議題 相對 反對派的議題 會不會引起公眾 同樣的關注 或者引起公眾討論 這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問題來說 如果他突出的問題 是比較現實性的 譬如社會經濟發展到的問題 那些問題本身 其實一直提出 你不會在社會上 引出很大的反應 譬如說是大陸 不可能在社會上 有很大的爭議性 所以我自己主要是推測問題 未來的理念 特別是當到 如果聯尼昌說得沒錯的話 社會公義議題 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而這些議題 逐遍取代政制議題 或者其他類型 所謂 右翼本土議題 當然那些人 不太相信這些 左翼本土議題 或者社會公義議題 會真正主導性 因為到目前為止 看不到建制派和民主派一面 會這麼急於把這些議題 放到中心為止上 仍然可能都是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為主 但政府是這樣的話 如果真理社會公義議題 在社會上引起共鳴 特別對所謂的 土地霸權 或者文庫懸殊 勞工問題 或者城市規劃等等 如果那些問題提出 如果社會引起共鳴 那它引發社會討論 那些空間就大好了 所以現在說完說去 我不敢說自己是對的 只不過說 未來的兩年就很快過 究竟哪種議題 可以成為一個公眾關注議題 而這些議題多數來自 建制派 還是來自民主派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佳叔,我們拭目以待 看看接下來的議題 我想回應一下 我同意佳叔說 立法會雖然基本上是立法機關 但是也是一個很大的政治舞台 無論建制、泛民、議員 都會不斷想製造議題出位 因為我們個個都看著自己的見報率 那些什麼大學民調 個個都想提升自己 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 雖然是這樣 我也同意曾鈺成前主席說 政府都會不斷提出議題 第一,譬如行政長官的任期快到了 他有一件事他要找數 我們都知道 強職金對衝 現在是林思長 和張建宗 和工會 摸底 其實他們都是在摸底 因為 報章都買過了 劉遵義教授提出了一些建議 如何取消對衝 就是 遣散費就是用失業保障取代 長期服務金就是和退休金重疊 有強職金就不用了 當然 勞工界不接受 政府又要想其他一些新的方案 來滿足勞工界的需求 我看對衝一定要取消 誰要找數? 政府 一定是政府要找數 因為不可能 僱主當年接受強職金 是因為對衝 而今時今日僱員來說 對衝了他沒有錢退休 政府有這麼多儲備 六千多億 鎖了未來基金 為何不拿出來解決這些問題 行政長官選舉在職 特區政府一定要處理 市民黨政長官選舉宣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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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 不要誤會 真的 不要 不要擺我上桌 我以事論事評論 你為何不選舉經費 不是 我是以評論員身份 今天我純粹評論 還有一個議題 剛才佳叔都說 議員天天去搞議題 不是 每個人都受社會重視 為何 朱凱迪一炮而紅呢 因為他拿住了 最多人關心土地問題 土地房屋問題 雖然 管教行政長官很努力去找地 但我們看到 是天天樓價飆升 香港人的確是 越住越貴越住越小 也有些城市人 是覺得很不公道的 為何鄉村人會有丁地呢 他會留這麼多地給他去丁屋呢 為何會有這麼多交易呢 是吧 那你 橫洲事件就突顯這些矛盾 也都被我們看到政府的處理方法 逐單去摸底 逐單處理是不夠公信力 是吧 雖然政府很容易推出幾百頁的顧問報告出來 等到我們看到眼睛都蒙 拖拖一下就不不了了之 但是這些議題是突顯了土地房屋問題 是迫切 兼且是業界 有不少業界的人士說 政府的土地儲備最多四年就沒有了 這150幅地都是有爭議 那下屆的政府 怎可以不首先不處理這個問題呢 這個也是 就是袁博士說 分分鐘這個是最突顯社會不公義的問題 主導有可能主導未來的討論 我不知道袁博士怎麼看 年輕學者會影響 袁博士 其實我都不是這麼悲觀的 因為我都自從朱瑋迪他們當選了 我覺得其實很多方面跟現階的政府 其實現階政府其實都傾向左 比以前的左一點 所以即使接下來是下屆的政府 其實香港經歷了港英時期 一直是右傾自由主義這樣的經濟思維 其實應該左轉是無可避免的 如果可以因為帶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討論社會公義 其實是一個最頂齊的東西 怎麼都要下去 可能是分配的公義 土地的公義那方面 其實都會帶回去一些經濟民生上的討論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個這樣的契機 不用一定看到立法會和政府有這麼大的衝突 剛才譬如葉太也有提到 這個不知道是否他的宣言 但其實他都會很同意這個土地的矛盾 各方面 即使這個就算下一個特首是誰都好 我想他都會正視這個 雖然可能梁哲英你會見到 他是張志剛出謀獻冊 用一個比較粗造的手段 說其實原來梁哲英所推動的東西 和可能由偉晶所說的東西 其實是有一個問合地方的 但如果只要是經過一個深思熟慮 可以長遠的考慮 其實雙方是可以有一個相負相成的一個考過 我相信 剛才曾主席是第二位發言 他提到六月其實 會言智庫搞了一個論壇 剛才他提到當時有一些討論 其實我的媒體卓介明家 整理了他們所有人的演講內容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看 知道今天是下集 上次是講了特區問題的上集 想全面一點大家可以看 曾主席剛才那個發言很有啟發性 雖然卿姐說好像不到肉 說不到當前最迫切的東西 那我就反而想 就著兄姐那個問題 就追問曾主席 就說你其實可以發揮更大的角色 我見你做主席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拿著 因為你做主席不可以說太多意見 其實你是很想坐下去 跟別人討論的 因為你的思辨能力 一定是最強的其中前幾個了 沒有機會給你一個舞台發揮 我見你拿了任之後 都接受很多訪問 有很多場合說話 那其實你是否可以下任之後 令到你那個思辨的能量 可以再充分發揮一些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無論是立法會選舉之後的聯局 特首選舉的 接下來的一些變動 你這方面會不會做多一點 不敢不敢 但我覺得 你也知道 你剛才賣了少少你的廣告 我賣了少少我的廣告 但我跟葉太後背底 都搞了一個政策研究的項目 因為我覺得 剛才我發言的主要內容 其實我認為 主題是認為 我們要解決管治的問題 如果我們管治做下來 香港人越來越不滿意 社會的矛盾是解決不了 然後中央覺得 被你們自己管 管得越來越亂 越來越多人造反 大家自然會問 搞什麼一國兩制呢 搞不搞下去呢 所以我們真的要 不能夠簡單說 其實《基本法》已經寫得很好 所有我們的政治體制已經想好了 照足《基本法》去實踐 我們香港就沒事了 也不能夠簡單說 無關事的 是有什麼外部的力量 有什麼有心跟中國作對的人 搞搞振 搞亂個國 你純粹這樣去看這個問題 幫不了我們去改善我們的管治 所以我們真的要把密 要對證下藥 看現在到底我們 我們在體制上面 在人才方面 這樣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是要實實再在研究的 不是靠大聲去吵架 還是喊到結果出來的 所以我都希望 無論跟著下去 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怎樣發展 我都認為 未來的兩屆政府 第五屆、第六屆政府 對於香港的前途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可以說 如果我們都不掌握 未來的五年到十年 去處理好 我們見到的那些矛盾 解決我們這一個兩制 現在看到 在實戰中出現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很難 再過多這兩屆政府之後 有些是很難挽回的 現在的年輕人 但是他很合理的 他問 2047之後 香港怎樣 他很合理的 因為 現在那些十幾二十歲 剛剛是成年的時候 三十年後 我們就不是了 我再上一層樓 在那裡看下來 對不對 三十年後 他們不是 所以 他們是很有理由去問這個問題 但是 我們現在未來這五年到十年 我們自己怎樣做 就影響了我們 跟著2047 怎樣 所以 你問怎樣做 我不敢說 我已經有什麼 正正是我未找到 那些解答 我們把問題 現在 找出來 去研究 怎樣去解決 對不對 你也說過 特首選舉 如果沒有人出 就你出 有沒有時間表 給我們 現在一定有人出 台上也準備有人出 所以 沒有問題 不是 那個道理是這樣的 兄姐 我也回應你的說法 我是希望 趁著 下一屆 就是明年的行政長官的選舉 都將我們現在面對的矛盾 面對的問題 帶出來 大家在社會上 來討論一下 你說不是 小卿之選舉 有千二人 關什麼事 你看回 2007年一次 和2002年一次 他們都要面對全個社會 整個社會 也真的看著他們 說什麼 將這些問題 帶出來 所以 我希望 有所謂 真正的一個競爭 就是這個意思 謝謝 謝謝主席 問一下兄姐 剛才你提到 你在議會的時候 很肯溝通 但是現在看回最新的選出來的議員 覺得沒有什麼好溝通 迫履分明 建制建制 泛民的泛民 泛民其實裡面都難溝通的 因為年輕的那幫 曝光綠徑 搶雜搶都很厲害 比如貴黨 民主黨都很努力做事 但是你發覺曝光綠不及 幾個新派議員 你看看 接下來還有沒有機制可以溝通 你看看 甚至可以跟長毛去旅行 帶著矛盾去旅行 這一屆你看看還有誰可以一起去旅行 可以聊聊 對著鏡頭可以唇槍舌劍 私底下可以摸杯底 你看看這個局面 有沒有可能在這一屆出現 我相信都很難 或者我都不會叫自己做儀素 不過我是比較 是跟其他人是有些分別的 即大家有大家的憂慈 我覺得是要真的做到事 要合作是重要 有人用其他方法去做他要做的事 而且合作呢 亦都要有人願意合作 所以我和自由黨那些是有談 最大的民建聯和工聯會 我從政二十五年 都未曾和他們坐下喝過一杯水 唯一那一次就是政改 因為中央叫他們 他們幾位呢 就和我們民主黨幾位坐下 就談了幾個字 即是如果很多人呢 他是不願意談的 是很難搞的 那時候我自己這麼積極 是願意去談 自由黨也都積極 而其他很多人呢 就是有不同的原因 或者葉太或者曾先生都可以說一下 他們是不想談的 即是他們又說 不用這麼緊張 那就是政府做的 老實說 如果政府做得 他做了 我就是看到他做不到 即不是說我們 協助著四五十票就說叫逼他 但是你都要做些事情 是吧 他又 奶奶閒的又做不到 我們又大家互不抽互不彩 我看到就一直是做不到 所以簡單回應你 世事是無絕對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這樣的場面 是不是會有人說 肯去大家去談 我覺得別人以為我們在做夢 但是 對於解決香港的問題 你說曾用誠說 在辯論談一下 我完全不會反對 你誰去參加 你也算不參加 行政長官選舉 你也應該出來說一下 喂 那你怎麽解決香港的問題 你明月聯不用說一下嗎 你公聯會不用嗎 你民主黨不用嗎 你也要說一下 不只是坐站在台那幾個候選人 所以大家是應該去說一下 那我又不覺得有什麽 這麼奧妙的事情 要在議會搞得定 就有多數票 那怎麽會有多數票 大家協商出來 那麽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做了25年 我看得很通 但是我亦都看得很通 是很多人 他們是不會和你談的 不知有什麽有型 好像田北辰說 不知有什麽有人無形之手 總之是不會談的 我自己是從來都願意談 但是當你和別人說 別人都理睬你的時候 那麽就很難 所以這一屆呢 就更加難 但是如果真的不談 不去處理事情 那麽我們香港 我們市民很希望 過渡的政策 的法例 撥款 就更加困難了 或者給我回應一下 那麽就 立法會 我當然贊成 黨與黨之間多些溝通 我和卿姐都常常吃飯 經常聊天 是嗎 那麽就 溝通 交流是好事的 也都我們時事 立法會有 某政黨 經常提出來 他要做和事路 或者他要縮窄 兩大陣營距離 其實很難的 多些溝通交流就行 因為很多的距離 是原則性的 譬如說 如果你要重啟政改 一大前提就是 推翻831 那建制派 怎可能接納這個 做一個大前提 政府沒有人可以的 是嗎 又或者是 譬如說 我那天看電視 見到鄭松泰博士說 我們田北辰副主席 也是說 他想縮窄 距離 鄭松泰說 他的議題就是 中港區隔 那我們怎麼可以 贊成中港區隔呢 可能這些 本土派議員 第一個 要大家共識條件 就是 你支持我一個 中港區隔議案 我們怎麼可能 支持一個 中港區隔議案呢 所以其實 太多原則性的分歧 溝通交流是好 真正縮窄距離 是很難的 我看不到 現在立法會 有哪個黨 哪個人 可以做武林盟主 是不可能的 不知道 傑叔 你覺得怎樣 我先說一說 那個現實 就是 立法會裏面不同的黨派 尤其是像民建聯和民主黨 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是選舉裏面的競爭的對手 說一句老實話 民主黨捉到這個 沿水這隻鹿 肯不肯和民建聯一起去脫國 你都不肯了 對不對 你都死撐 就是說民建聯 就是漠視居民的利益 所以 有一個這樣的現實在 這件事情 到底是否只有香港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你看看美國現在的選舉 喂 那個候選人可以說 如果我選到 保證有人查理 對另一個候選人 你坐硬膠就可以了 這樣 現在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所以你想想 也不僅是他這次的總統選舉 你過去 你記不記得奧巴馬做了總統 之後 共和黨什麼時候跟他溝通過 幾乎奧巴馬說什麼 他就撐著 現在那個 去到一個地步 我們真的要想 我們正在走民主這條路 但是 在我們這樣的環境之下 到底 不同的政黨 合作的空間 應該怎樣大家去開創呢 這個 兄姐公開說了 他在 上次的政改 否決了之後 兄姐真是第一個來找我 其實很多民生社會問題 大家有很多合作的空間 兄姐 我當時真的 拿你的建議 走去跟我不講誰 跟一個我認為很重要的政府官員 去談 他講得很清楚 坦白說 跟著 立法會選舉就來了 政府有好事 當然要找回 現罪派的政黨合作 沒有可能找回反對的合作 那 那個現實就是這樣 是不是 所以 難度就是這裏 我覺得這些 不是很嚇喊 還有很自私 你就算建制 我們那個就是二十幾個人的 共同的預算案 和施政報告的建議 就不只是民主黨幾個了 有很多東西 醫療 福利 各樣東西 其實就算民建聯也好 新民黨是可以接受 可以加一點 減一點 問題就是 如果拿到一個方案 民建聯也贊成 民主黨也贊成 新民黨也贊成 雖然剛才Regina說 有些是尖銳的盲盾 但是有很多是可以談到的 醫療福利 教育那些是可以談到 拿到出來 大家都同意 那就行 不是 我是要益民建聯的 但是他又不夠票 曾先生你自己都可能講過 你永遠都不會消滅民主派 也都永遠不會消滅建制派 既然兩派都在 如果有些位置是可以合作的 是不是大家去做呢 好像版權條例 拉布拉到那麼緊要 陳鑑林先出來說 不如我做個四方會議 那就馬上開了 但是開完一次 他就說 算了不要搞了 那就抓到了 好像那個 修改委會 最後又再談了 但是已經太遲了 就是有些事情 你說為什麼你這麼遲 有些事情香港人就是這樣 是去到最後才緊張 那他緊張 你就創造一些空間 大家去談好它 就是我不會同意 兩位前議員說 是有很多事情是沒有得談的 我不同意 有些我剛才都說的 政制 就算政制那麼尖銳 如果北京說可以 2010年就說 胡志偉一人兩票方案 突然間轉態 說可以 那每個都要轉 談去株連城市論壇 不肯去 免得被人偷 問題就是你被人看到 你也沒有獨立思考 人家說可以 你又說可以 人家不可以 那你當然跟人談什麼 你都想失時隔慢 總之各位朋友 我相信你又不是失時隔慢的 你自己聽到我們講 你自己用你的思考去看 是不是真的沒有得談 如果沒有得談 就就是沒有人走 所以真正在最後講了一句 就是我們要思考一下 政黨怎麼合作 我思考了二十幾年了 就是現在有人肯開始思考 我覺得都不是太遲的 遲到沒有到 好 我再聽一下 袁博士作為年輕學者 公愛人 又看看怎樣解套 我不想給大家印象 我是這裡最樂觀 或者最怎樣 因為其實我是研究戰略的 所以對我來說 為什麼剛才在那個 presentation 都會說 其實我覺得合作固然 我很佩服兄姐 也有個決心去合作 或者溝通 但我覺得在這個 現在有太多的包袱在這裡 所以我才提出為什麼要有新的東西出來 可能那個目標是社會公義 不同的人向這個生意的方向 這樣應該會比較容易去實行 譬如我昨天在報章上都有 還有詹文都寫在這裡 其實這次梁柔 兩個人的宣誓 那個風波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給到一個跨黨派的 如果當初不是那麼複雜 又有這麼多東西 其實是可以有一個跨黨派的共識 可以做到這件事 對於我個人來說 可能只要一兩次這樣的機會 這樣的契機 其實就可以打破到這樣的局面 令到可以有新的事情發生 所以對於我來說 其實現在那個演進 我覺得不是太大的問題 譬如我都有提出 其實香港都走了這麼多年 一個原始的自由方向 資本主義 其實本來都要轉 剛好這個選舉裡面 又出現了 譬如社會公義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一步一步 已經在向那個方向去 現在正正我們就是要講少些六港矛盾 講多些經濟民生 做多些這些我們 為香港的事情 其實那個大方向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只不過是 在那個跨黨派的合作那裡 還有待去磨合 還有待去契合 現在唯一局內人就是葉議員 或者聽到葉議員 又回應一下 他可以發揮什麼作用 之後就讓大家可以問一下問題 葉議員 這麼多政黨共同是 因為統一的陣線是試過的 就是田北俊最喜歡說的就是 他試過八黨聯盟 要求政府一些舒緩經濟的措施 那個時候我在美國主席 那個時候 不過卿姐有份的 就是一次槍口對著政府 叫你磅水 政府又同意了 有一次 另外也有一次 是所有泛民建制政黨 都同一陣線 又是槍口對著政府 就是雷曼事件 唯一一個不支持特權權力 其實就是我 就是民選議員 基於我自己的某些理由 某些事情上 都不是沒有試過建制泛民 一起聯手 槍口對著政府 是有發生過 但是始終建制派 是政府最忠實的盟友 雖然不是時事都可以支持政府 但是都是叫最忠實的 所以 都是沒有可能 不聽政府的意見 就是跟別人聯手去對付政府 又說或者說版權條例 比如剛才卿姐說 你們一個議案都拉幾個星期 版權條例拉幾個月 結果拉到林鄭司長要下來調整現程 而版權條例 為甚麼政府不可以讓步呢 卿姐都留過我 大家坐過來談 版權條例的修訂 就是加強版權的保護 特別是網絡的 Electronic的保護 我們落後發達國家的 被西方國家批評 要加強Electronic的保護 而政府的修訂 根據 你又算不信 政府都很信 大律師公會的譚穩之 資深律師 他是知識產權專家 我們的多種豁免 也超英趕美 已經是深思熟慮 談了幾年 有十年歷史 難產過一次 又再拿回來 那些專家看過了 和業界談過了 最後幾個星期 如果你說減改的 削弱了一些保障 一些owners 版權的擁有者 我不做了 比以前更差 那你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呢 所以無法自談 你一牽涉一些實質的問題 或者原則性問題 或者削弱爭取的東西 那你無法自達成協議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 最後關頭 用壓力 我人數多 包圍你 或者我票多 就做得到 這是一個現實困難 好 好了 我們台上也有一輪的回應 台上也有很多問題 有興趣 舉手 然後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你還沒有那個 你還沒有那個 有壓力 你還沒有這個 當我們在這輪 你還沒有那麼 你還沒有這個